說到黑眼圈我就想到一個很老的笑話 這個笑話是這樣的 有一隻熊貓生日 他的朋友在他吹完蠟燭之後問他許了什麼願望 他說 我這輩子只有兩個願望 一個是拍一張彩色照片 第二個是治好我的黑眼圈 很勵志啊 但我猜這隻熊貓會這樣說 應該是不知道自己治好黑眼圈會長什麼樣子啊 他做完手勢應該會吵著跟醫師說 還我黑眼圈 還我 我覺得這個故事應該也要說給哈士奇跟吳侯來聽 不要再有下一個受害者 這樣有沒有打消你一點對黑眼圈的厭惡啊 好有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的話幫我 好 冷靜啊 唉 人類真是麻煩的東西 Easy Easy 既然大家這麼在意 那我們今天就來談談黑眼圈吧 黑眼圈真的是一個很難一言一蔽之的問題 如果有哪個廠商或銷售人員告訴你 用他手上這一罐眼霜就能解決所有的眼周問題 我跟你說 不會 不會好嗎 因為眼周問題 錄出黑眼圈 成因真的很複雜 你一定先得找出讓你形成黑眼圈的原因 才會知道該怎麼處理 你難道以為黑眼圈都是熬夜來的啊 我 我才沒有呢 我只是烤托你而已 首先我們先來定義黑眼圈是什麼 從生理解剖的角度 一般被認為是眼下到眼眶鼓 看起來暗沉的區域 可是這裡有個很tricky的地方喔 看起來暗沉 究竟是真的暗沉 還是視覺上暗沉 不要舉了我在講幹話 這兩種是不一樣的 那你知道你自己的黑眼圈是屬於哪一種嗎 別急 我們會教你判斷的方法 我們先把黑眼圈簡單分成三種類型 第一種 色素型 顧名思義就是色素沉澱累積在眼睛的下方 過度曝曬 摩擦和發炎的反應 也都有可能讓黑色素沉積 例如說異味性的皮膚炎 慢性複麻疹 反覆的濕疹 這類慢性的發炎情形 時間一長就可能會累積不少的射速 第二種 血管型 小媽咪是說我眼睛激青 我 你說我被人打 對來一次不討人喜歡 我就是快看要聽你講 等一下 沒有 誰說你激青了 是 最近夏秋天氣開始轉變 有些人開始過敏性鼻炎發作 為什麼他媽黑眼圈跟過敏有關係 欸 到 這是因為眼周表皮的血液循環和鼻部是相通的 所以鼻子過敏腫脹 就可能導致鼻部和眼表的血液循環不佳 血管擴張 引發這種血管型的黑眼圈 那為什麼不乾脆叫他 過敏型的黑眼圈呢 就是因為除了過敏 任何讓眼周血液循環變差的原因 都有機會導致暫時性的血管型黑眼圈喔 有哪些呢 例如說大哭 失眠啊 用眼過度 吃糖鹹 灌太多水等等 第三種 結構型 假的 哎呀 我眼睛夜障中啊 沒錯 結構型黑眼圈就是假的 但不是說你夜障堆積在這裡隨便黑啊 這種假的黑眼圈就是因為 淚溝明顯 眼眶凹陷 眼袋跟臥蠶 和淚溝間的凹陷比較大等等 造成了光影的視覺效果 所以我到底是哪種黑眼圈 快點告訴我啊 別急嘛 準備一面鏡子 伸出一隻手指 摸摸自己的黑眼圈 如果有粗糙 脫屑 那比較常見的是色素型 如果有摸到一小塊脂肪的凸起 那就比較偏向眼袋造成的結構型 然後輕輕按壓黑眼圈 如果發現顏色變淡了 那就表示微血管的血液被擠開了 這種就比較偏向是血管型 最後仔細觀察自己的黑眼圈 如果上下野瓶都顯黑 或是小時候就黑了 可能就是天生的色素型 壓下去之後沒有變淡 其實看起來是滿平的 沒有什麼脂肪 所以這個還是一個色素型的黑眼圈 這天生的 那這個地方看起來是滿平的 壓下去 血管的顏色也不明顯 所以這個大部分都是天生的色素層機 加上它的臥蠶比較明顯一點 你笑一下 臥蠶比較明顯一點 所以這個地方產生的 凹陷型的黑眼圈就比較明顯了一點 目前看起來這個也是滿平的 但是壓下去之後有看到 顏色有變淡一些些 所以它這個地方帶有一些 血管的浴居 還有眼皮可能也有一些 過度摩擦的乾燥現象 所以這個也算是一個 色素型跟血管型混合的黑眼圈 好 目前看起來是 有除了先天的一些顏色以外 那混合得很輕微的一些血管性 但這個地方有個凸起的脂肪組織 這就是眼袋結構 所以主要的是眼袋結構造成的黑眼圈位置 等一下 我們都還沒有教你怎麼預防跟保養呢 色素型的 記得要盡量控制發炎的情形 防曬保濕要做好以外 不要亂揉眼睛造成過度的刺激 避免使用刺激器的化妝品 有濕疹這類的皮膚疾病要趕快處理哦 血管型的話 改善眼周血液循環 如果是過敏引起的 那首先先控制過敏 另外你還能做的就是避免用眼過度 不要吃太鹹 少熬夜 適度健康按摩 或溫服眼周 但如果你是天生的臥蠶肥大 先天性眼袋 先天眼光凹陷 老化的眼眶骨凹陷 總結共行 說實在 唉 還真的很難防啊 但也不需要太過難過啦 你想想熊貓嗎 好啦 如果你真的很在意的話 臥蠶太肥 你可以考慮注射肉毒 淚溝太深 考慮注射填充物質 眼袋太大可以考慮眼袋內開或外開的手術 總之觀念就是要改善這些凹陷 不平整的狀況 一直沒有提 沒錯 就是 眼霜 現在有很多眼部保養品都宣稱自己可以有全效 處理眼周的問題 但剛剛影片一路看下來 就知道眼周問題牽涉了很多層面 這些產品 連你是哪種型態的黑眼圈都不知道了 要怎麼幫你全效復原 至於眼部產品 到底有沒有用 如果大家有興趣 我們未來會再拍影片說明 總而言之 黑眼圈有這麼多種型態 何況大多數人都是綜合這幾種型態的 混合型 自己要學會判斷 然後對陣下腰 才是最聰明的方法 唉不說了 快去照照鏡子壓壓金 不不不是 壓壓黑眼圈 判斷自己是屬於哪一型吧 不不是 又不是 那邊的資格 不不是 這次通道理 這次通道理 是 你身邊的信息